我有看到那個網路上有在討論說 明年BYG誰得滾 下面很多人說老闆 好啊 好哈威 對確實 滾一年省五百萬還可以出國玩 你想像那個人生有多爽多快活 但是我選擇了一條比較艱難的路走 哈囉大家好我是金哥 歡迎收看這個BYG戰隊2023年的這個年末Q&A總結 那我們就先問問題 我其實有在IG搜集一些粉絲的問題 那我就看了幾則比較 大家比較常問的來問特哥這樣子 為什麼其實大家蠻好奇的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夏季賽簽了背題進來 然後不繼續用我們的 原本的AED種子嗎 然後以及這跟你當初說要培養電競新人這個部分 好像有點落差 大家想瞭解這一塊這樣子 說到電競新人 其實我們培育的非常多 只是 養起來就會被人家買走 這是我們BYG戰隊目前的困境 就是我們的資本額不夠 就在同一個聯賽裡有 JT 有CFO 有PSG 甚至FAK 這幾個資本額其實都是相較於我本人 都是相當巨大的 其實我們只要把新人培養到一定的程度 就很大機會會被買走 所以這時候我們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也用一樣多的錢把這個人留住 但是這個人還算新人嗎 就是我們已經養起來了 他算是BYG養起來的新人 但是他已經強到其他隊要課金把他買走了 所以你如果再花錢留他 那不等於也不是在養新人嗎 我們要從一個拉一個陌生的臉孔上來打 那也就是我們平常BYG二軍的體系啦 像是今年的AD種子 春季賽的種子 就是我們直接從二軍拉上來的 然後還有我們二軍的打野任爺 其實今年本來預計打算培育這兩個位置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的上中輔 就必須得是有經驗的人 因為一隊不可能擺五個新人 你擺五個新人怎麼打成一職業賽 那個一定是一半一半的 但是打野任爺就比較缺乏經驗 但也不能說他不好 就是打野這個位置確實比起AD更需要經驗 所以我們春季還是補了空月 讓他可以去吸奶 去吸空月的奶這樣子 鎮上有我們就是BYG三年來的大腿輔助Kino 所以我其實春季賽是很放心的 把這些小將交給Kino讓他去帶 但很遺憾春季賽Kino的表現就有一點掉漆 有點掉漆 所以我們夏季賽迎來了一次的大補強 那補強的重點其實就是要改善立起來的中後期的TP的判斷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下路抱歉的問題 對那這時候剛好有一個LPL的AD 想要降尾打擊一下 就是我們真的很需要一個完整的對峰 在他來之前對上的對峰大概是空月 就空月會去講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空月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在看他們一些比較大的失誤的時候 我有把他們集合起來就是開個會 然後我會跟空月說你這邊不該怎麼樣或是怎麼樣 然後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他知道這邊是他自己的失誤 但他就是不想低頭 就是不想要認錯 所以Betty來我其實放下了大概100萬顆石仇 就是對於春季賽對上的狀況 質疑我為什麼不是說要養新人嗎 怎麼最後找了Betty來 這一切的故事就是 它是以一個一個問題接種而來發生的 那一定要在贏跟培育新人之間做一個取捨 甚至是取一個中間職 那我只能說BYG培育的新人絕對不亞於現在PCS的任何一隊 但是在培育的過程中我遭遇了一些困境 就必須要找這些有經驗的人才有辦法解決 才有辦法帶著他們繼續走進下一步 好再來第二題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什麼今年BYG沒有組件二隊的打算 就是大家其實蠻多隊都有組的 然後我們隊沒有組這樣子 預算 因為今年的人事部分 你們可以從我們的list不管是選手或者後勤名單可以看到 我們的人事預算今年已經爆表了 就是今年賠的錢可能比前兩年加起來還要多 所以如果在組件二隊的話 就是沒有那個空間了 而且說實在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今年的次聯賽 就是我們去年培養二隊起來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常規的聯賽可以讓它曝光 就一隊需要救火 就是沒有人可以練的時候 就是會找二隊練 比較像這樣 去年二隊比較沒有實際的舞台可以發揮 對 但是因為明年有次聯賽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再討論看看 是不是明年可以組件二隊這樣子 對 如果人事成本壓得下來 明年可能會再拉一個二隊出來 那再來第三題就是 其實蠻多人想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打PHG最後一把 為什麼選紅方不選藍方 做不到還是我們這邊 call out奶油 call out奶油是不是 是誰決定的 我們大家一起決定的 大家一起決定的 最主要原因其實是因為我們會認為 大家沒有一個主要提出我們要選紅方的人 總有可能說不然我們選紅方吧 就奶油教練嘛 那就奶油嘛 選手為什麼複義 選手也覺得選紅方沒有問題 原因就是因為我其實選藍方最主要是first peak的問題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會覺得first peak 在我們當下除了凱撒以外的話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選擇是我們首搶 那就是角色池的問題嗎 對 但是這個其實每個隊伍的風格或是理解不太一樣 那我們會覺得我們選紅方 有兩個角色 比如說我們可以一下把下路的雙人線 比如說插 瑞空選下來 那對我們來講會比較有優勢 所以我們當然是選了紅方這樣子 今年結束了嘛 那特哥你對明年的人 就是人事啊隊伍方面 你有想要做什麼調整嗎 你想問有沒有人得滾嗎 有 蠻多的是 我們要文明一點對不對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我算是說有人得滾 是因為我看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徹頭徹尾就沒有改變 從春季賽開始 春季賽開始前就出現了問題 我講很多次了 然後到春季賽快打完了還沒解決 然後還因為同樣的問題輸給S9W 兩次 就是真的是非常不可饒恕的失誤 我才會在直播上這樣講 對 當然我自己情緒控管有點問題 這個我檢討 但是有人得滾這件事情 是我相信這個是公認的客觀的事實 對 但是明年 你說有人要滾 都打PSG打到第五場了 我覺得可以了 你覺得至少是滿意的 以結果論嘛 可以跟資本強大這麼多的戰隊 打到第五場還差點贏 我覺得已經是可以了 有的是感恩感恩 覺得大家很努力很辛苦 雖然最後的結局很可惜 因為現在就讓隊員放假 不要給他們這麼多壓力 給他們放個假 然後再討論看看人事要怎麼做調整這樣 每一年特哥你這樣燒錢就獨自燒錢 那其實大家都很擔心你有沒有辦法 再撐幾年還是說怎麼樣的 你有沒有考慮引進外資或什麼的 讓你自己不要負擔這麼重 這件事情其實是有點衝突的 因為我一開始下來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希望可以把它做到不虧錢 甚至是引力 當然引力有點天馬行空啦 就是如果可以把它做到不虧錢 然後可以真的把它做得很好 那我覺得有機會吸引到其他的企業 來投入這個圈子裡 那我們這個產業才有壯大的可能嘛 那實際下來做之後才發現 你要做到不虧錢 真的太太太太困難了 就好比說今年我如果沒有買 杯體沒有買土龍 沒有買空月 用我們原來的選手 那我今年可能可以不虧錢 但是浙江會是一支爛隊 可能會在聯賽的中游吧 我猜 甚至是中下游 就是季后賽可能一兩輪就滾了 大概是這種水準 那如果我的戰隊只找到這種水準 我對得起那些支持我的贊助商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我的隊伍就是一支萬年中游隊伍 那還會有新人願意信任我 還會有請你新人願意加入我們的戰隊 接受我的培訓嗎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 如果以上兩件事都做不到 就是我沒有辦法給贊助商 應有的好戰機 我沒有辦法給新人 應有的培訓的環境 給他一個好的隊友 給他好的指揮 給他好的營運的團隊 那新人願意加入我們 如果這兩者都不存在 那我建戰隊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這個建戰隊啊 養新人啊 燒錢啊 要花多少錢 這三件事情一直在互相的拉扯 就是你知道嗎 一環扣一環 所以到最後我得到的最終結論就是 沒辦法 你要做到不賠錢沒辦法 只能自己掏錢出來燒 我也要讓贊助我的贊助商有面子 就是我們BYG每一年都打進世界賽 只要加入BYG的選手 最後都可以打得很強 即便你一開始默默無聞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但是打個一劑刀 都會覺得你蛻變了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強啊 PSG就把你牽走了 甚至LPL就把你挖走了 我期待看到的是這樣子的循環 我期待贊助我的贊助商 還有整個賽區的新人 對於BYG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這才是我一開始作戰隊的初衷 但是我也希望 在台灣的有志之士 甚至是一些比較大的企業 如果願意支持電競產業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投資一下我們 對就是幫我減少一點 一點資金的開支 拜託拜託拜託 就是其實今天看到統神 下的賽賽出來打 其實大家都很 懷念2015的那個男人 HKE打野 也冰特也下來打 是要問一下你下來打嗎 對你這個看法怎麼樣 這個我直播回答很多題 YouTube好像還沒回答過 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跟統神是不一樣的 艦隊初衷啦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成立戰隊 我們養戰隊養選手的初衷是不一樣的 統神是想要自己下去打 想要圓夢嘛 那我自己打沒有意義啊 我又不是要幫自己圓夢 我已經當選手當這麼多年了 我要做的事情是要培訓選手嘛 把戰隊做好 這個是結論 那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 我要cover戰隊這麼多的開支 來源是哪裡 就是我日常直播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商努力賺錢 才養得起他們 那我如果下去打 就會變成一個情況 就是我沒有時間跟他們一起訓練 所以我每天可能只能訓練三小時 但是他們每個人卻訓練13個小時 這樣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因為我從他們的角度我就是在混嘛 不公平也不對等的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 如果我也下去打 那打有位置就少了嘛 就少一個位置可以擺人上去培訓 少了一個發光發熱的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說自己下去打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除非說我們的例行賽已經確保名次了 好比說我們戰機17勝0敗 那我就也許可以下去玩一下 但是這玩一下的代價也蠻大的 因為REALT有規定這個選手是不能公商其他遊戲的 就是他們有一些類似敬業條款啦 所以我如果為了要打那一場例行賽 我必須得提早兩週登錄 然後登錄的期間我都不能公商 就我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我沒有辦法工作養戰隊啦 所以這件事情是原則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下一題就是其實大家蠻想要問的就是說 你今年對戰隊的成績你覺得滿意嗎 這題好像有點重複欸 其實是不滿意的啦 今年賠了錢就是前兩年加起來都還超過 所以我覺得反而沒進世界賽我是有一點不平衡啦 心裡有點不平衡 但是其實回想前面兩年其實能打進也都是奇蹟啦 尤其去年親手把PSG收下去 真的算我覺得運氣跟實力兼具啦 那今年我覺得我們實力有了 但是運氣沒到 那輸給這些大資本的搶權 我覺得也是合情合力啦 雖然有點可惜 然後雖然心裡有點不平衡 但是也是要感謝選手教練的付出啦 OK 那就最後一題 其實這也是往兩年前 兩年這兩年都有問的 就是問最後一題是 快樂嗎 你記得今年快樂嗎 今年其實算快樂 前兩年都是不快樂 對 前兩年都不快樂 今年雖然花了很多錢 燒了很多錢 但是我開拍之前有稍微看一下報表 就是預期大概是賠五百萬啦 今年 往年大概都是賠 我印象賠一兩百萬 那五百萬 我其實在想五百萬你知道嗎 五百萬環遊事件應該還有剩 然後我被綁在這邊工作 然後還要被罵 其實應該要很不快樂的 但是你知道嗎 快樂是比較出來的 因為前兩年一樣工作一樣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很辛苦的把他們送上世界賽 還是算是稱霸這個賽區 然後我會覺得我很辛苦把他們養到賽區的頭了 然後也出國打比賽 雖然世界賽的成績不盡人意 但是還是老話一句 世界賽遇到的隊伍 那個資本更是遠遠遠遠超過我們的 他們的選手月薪都是上百萬的 我們選手月薪是五萬八萬十萬 你怎麼會期待我們的表現是相當的 我們應該要贏他們呢 就是世界賽期間真的收到太多太多負面的攻擊 所以我會覺得前兩年的過程是很不快樂的 尤其是我還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對那今年 沒進世界賽 反正覺得有點輕鬆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PCS的隊伍 去世界賽 大多數 就過往的經歷來講 我不是要唱誰好不好 我希望PSG 還有CFO可以成功闖進16強 最好進八強 再祝LMS2015年的榮光 好不好 但是就過往的歷史看起來 PCS賽區去世界賽都是 就是去討打的 就想想就覺得壓力好大 今年沒進反而覺得算了 輕鬆嘛 輕鬆一點 至少我們讓二追三三連成功嘛 差一點就拿到門票其實很接近了啦 就是我覺得意識到了 然後加上杯體 下季賽都有一個杯體 讓我真的是 因為過往春季賽我的訓練賽 每場都會看 我會先看訓練賽 再看教練怎麼檢討 一場訓練賽我是看兩次喔 一場訓練賽我要做兩次的review 所以對我來說時間成本 還有那個過程在那邊拉扯 就是其實非常辛苦 但是下季賽杯體來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不存在啦 因為杯體一來解決大半的問題 就是我平常在看那個 訓練賽的重播的時候 我不用再花這麼多的時間 而且我會覺得 那個杯體做的review會比我好 所以我也不太需要去插手 去管他們的檢討這樣子 所以整個下季賽其實我是非常輕鬆 我就是有點像跟你們一樣 就是當觀眾 就是躺著看比賽 雖然說我花了五百萬 所以我覺得 整體而言是快樂的 相較於前兩年 雖然結局看起來好像很不快樂 但是我的心情是快樂的 心情是快樂的 對是輕鬆的 所以我們明年一定會在嗎 明年一定會在啊 明年真的不會解散 你為什麼這樣玩 我怕你今年打不進 你心太崩了 然後就沒辦法繼續玩 是沒有啊 但是看到那個財報 其實每年都會想 去年就想說 哇這兩百萬 我覺得五百萬 雖然你們聽起來給有點天方夜談 但是 相較於這五百萬 其實我失去 我認為我失去更多的是我的 時間成本 跟青春 你想想一下 我這些時間 我除了要努力工商以外 我還要去看著隊伍 就是有什麼狀況啊 幹嘛幹嘛的 你可以問我 前兩年有進世界賽 我都可以跟著他們一起飛出國去玩 但我都沒有去 我都留在家裡工商 你想想一下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我 你是一個這麼期待世界賽的人 你當選手打這麼多年 圖的就是去那世界賽闖一闖 然後你當了老闆 你親手送你的隊伍出去兩次 你可以跟著過去觀光 去現場感受那個氛圍 但是你最後都沒去 因為你有經濟壓力 你必須在這邊賺錢 我會覺得 與其我跟著去看 我不如在家多賺一點錢 明年幫你們找更好的教練 給你們更好的訓練環境 對選手才是更好的 就是這是我的看法 回頭過來檢視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很痛苦 就是我花的錢一年比一年還多 然後就算他們進了世界賽 我也沒有辦法跟過去玩 然後就變成一個很痛苦的區塊 那如果沒進呢 像今年你再回頭看 其實回頭看就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現在心情很輕鬆 我就覺得 去年努力工作這麼久 然後今年多花一點錢 然後賠了五百萬 然後連世界賽都沒進 幹 其實每一年都有 都有跳出那種 不明年別玩 這種心態 反正 對嘛 那個 網友這麼厲害 都嘴說誰誰誰怎麼樣啊 我剛剛 我剛剛那個網路上有在討論說 明年BYG誰得滾 下面很多人說老闆 好啊 好啊 不如滾吧 對確實 滾一年省五百萬 還可以出國玩 你想像我管載隊那些時間 再拿著那五百萬都出國玩 你想像那個人生有多爽多快活 但是 我選擇了一條比較艱難的路走 這個是我每一年都覺得 要不要放棄了 選擇一條輕鬆的路走 每一年其實都有這種增長 但是到最後都會覺得 唉 就是再堅持一下 所以你說明年戰隊還會不會在嗎 我當然是跟你說在 我當然是想要堅持下去 但是 會不會有堅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呢 我也不敢說 因為這個 你們設身處地想一下 站在我的立場 你每一年這樣回頭看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想白痴 你肯定會覺得自己想白痴吧 還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的關注 那也希望有更多有利的人士 或者一些比較有經濟實力 有行銷預算的企業 也可以注資一下這個電競的產業 幫助我們這個產業更加的活絡一點 好 那這集就到這邊 我們明天再見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幫助我們